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EF韩式向翻蜡烛的Sandy 来到我们的人物转访 欢迎Sandy 你好 大家好 我是Sandy 好 那想请Sandy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是来自于哪边呢 好 一开始接触手作蜡烛的时候 真的单纯是因为兴趣 然后上盘想要抒压 而去参加手作蜡烛的活动 那后来发现蜡烛的变化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 就是深深着迷了 那就开始去接触这方面的创业的证书 那其实一开始有想说 如果有机会可以把兴趣发展成事业的话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那当然就是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毕竟就是真的要把兴趣当饭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如果是要以变现的话 就是除了就是贩售之外就是教学 那以贩售来说的话 毕竟像香氛蜡烛它不是一个必需品 对相对来讲的话它没有那么刚需 那再来我觉得以手作商品来讲的话 它也不适合薄利多销的路线 所以如果当你要透过贩售 然后获得比较高的收入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对那再来以教学的话 因为当时我进去的时候 这个市场已经发展三四年了 那相对就是同行有很多很有名气的老师 已经在里面做教学了 那我觉得相对来说 我自己就没有那么有优势 那我觉得因为一开始是兴趣而爱上手作蜡烛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就是会很有单纯的动力 所以这段期间还是一直持续的就是在 进修自己的技能 然后各方面的学习 然后继续的研发新品 那我觉得刚好也很幸运的 就是被婚离小屋这个市场 就是很多新娘喜欢我的作品 那也因为他们口耳相传 就是我的品牌就越来越多人知道 那怎么会想把品牌名称取为叫 EF韩式香粉蜡烛呢 它其实是一个科学的符号 那我就是它代表了火焰的那个光芒 然后它可以代表就是平静跟疗愈 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可以疗愈到更多人 也分享给更多人这样子 对 好 但是想请Sandy跟我们分享 那因为就是其实过去的经历 就是说 想必在过程中应该是说 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挫折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 当你拿完证书就会觉得 那我就可以开始创业了 但是你会发现 你做的作品虽然很多种 但是你不知道客群到底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会很常会呈现就是真的是自己在自嗨的状态 但是就卖不出去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我觉得也磕磕碰碰 然后也尝试过很多方法 甚至是去寄卖啊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效果都不如预期 对 是 那后来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克服这样子的问题 后来的话我是把实体转做线上之后 开始就成果不错 然后刚好也经营到了对的客群 那这个客群他们也很喜欢我的作品 那也透过他们的那个婚礼 然后持续的一直曝光 就是我的品牌就越来越多人知道 对 那如果今天想要购买到你的产品 或者是说这些系列的话 您刚刚有说是以线上方式 那是有哪一些可以看到您呢 我主要的话是用我那个商业的IG去经营的 IG为主 对 那因为其实像现在外面的像这样子蜡烛的同行竞争 也是非常的激烈 你觉得说你最大的差异化 以及特色在哪边呢 因为我觉得我刚好就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小众 比较细分的领域去经营 那我就服务好这对就是这边婚礼的客群就好了 所以我是针对他们的喜好跟他们的需求去设计我的商品的 像这个探房提栏组合 就是针对他们在婚礼上 就是像新娘会在新娘房 然后他们会有亲朋好友去探望他 所以设计出这个作品是让他可以摆在新娘房里面 不只当一个布置 然后里面的这些小的作品 也可以送给他就是最亲密的这些亲朋好友 那像其中一个香氛蜡片 因为很多长辈他其实没有使用香氛蜡烛的习惯 但是他们很喜欢蜡片 就是他挂着就可以放香了 所以他们的礼品 然后也受到长辈的肯定 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开心 对 那想必在这样子的经营 大概五到六年的时间 一定有非常多顾客肯定的例子 可以请Sandy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比较实际的案例呢 好 像我还蛮多的例子就是 客人就是在他婚礼上送他的闺蜜礼品 结果后来闺蜜也要办婚礼了 又选择我的品牌来送礼品 那我原本的客人去参加他闺蜜的婚礼 又拿到我的礼品 我们品牌的礼品 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的朋友就是其实都很喜欢我的品牌 然后也觉得这样子很有缘分 其实我还蛮多的客人都是 其实都是新娘这些客人在介绍出去的 对 其实就很多都是透过这样 因为其实比较像是说 一开始因为兴趣去从事这样蜡烛的领域 到现在这么多客户的认可 甚至又分享给更多人 那些人又回来再购买你的产品这样子 对 那Sandy你觉得说你对于公司整体的短中长期规划是什么呢 其实我在去年做了一个比较重大的转型 因为我以往都是以接单为主 比较少做教学 那去年呢 我就把我这些就是成功的贩售经验 然后想要传授给 也想要在手桌上创业的伙伴 然后让他们可以从零到建立自己的香氛蜡烛品牌 但倒有办法就是自己成功的去接单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解决更大的问题 那我觉得 如果我的能力可以帮助这些手作人 他们也可以过上他们向往的生活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那像其实很多人 很多手作人的问题就是 他们技术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贩售 然后当他们发现其实他们的作品是有很多人喜欢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我觉得是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那也有人因此这样就 开始赶就是全职手作为生了 那甚至他们也有营业尔做的不错的 就是一个月营业尔有突破六位数 真的 这么厉害 对 那如果说今天想投入这个领域 他因为现在有在开课嘛 对 那如果投入的话 他也是完全说完全没有触碰到这个领域 嗯 那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 然后才可以说 上手然后自己独立去做这些蜡烛呢 嗯 其实我觉得透过有系统的方法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去扎实的训练的 那我自己的规划是三个月 嗯 对 十二周的时间 是 嗯 那如果是一个年轻人 那他想从事这个领域 又或者是说他想创业的话 那Sandy有什么建议想要给他们呢 嗯 我觉得最主要是就真的是要相信自己 然后感想跟感情动 就是做好这件事就已经赢过百分之八十的人了 嗯 是 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说在创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顾虑 就觉得说 嗯 我做得到吗 那可能就说顾虑在非常多的情况下 可能就错失了非常多黄金的时间 对 那与其讲这么多 那不如就是跨出去 勇于的去行动 才能说 才可以有真正的才知道说 未来是否会成功呢 这样 对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兴邀请到EF韩式香饭蜡烛的Sandy 来到我们的人物转访 那我们就谢谢Sandy 谢谢 谢谢